22,500點重新一次 剛才說錯了一刻 那樣就會有一個阻力 今天都去到22,500點 的確是挺厲害 挺超預期的 其實本身來說 未來方面會不會跌下來呢 短期 明天方面 我會覺得就算不是大升也好 都不會有很大的下跌空間在這裡 我覺得機會很小的 因為大家會等著什麼呢 會等著星期一內地開紅盤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方面來說 如果升了今個星期 因為兩天都是一個星期 升了今個星期的話 其實連升六個星期 如果有新錢的朋友 我建議就先忍一忍 先等一等 反過來 如果很滿倉的朋友 其實勢方面還是強的 本身來說 內地還是肯大水萬灌的 其實他沒有用這個詞 但是實際上上個星期 講的是過春節前的星期方面來說 本身來說 淨投放的資金是破了中國內地的紀錄 去到兩萬零四百億的淨投放 這個是歷史高位 簡單來說是大水萬灌緊 大水萬灌緊的時候 大家會順著那個勢 當然其實那個農曆年回來之後 其實有機會他們可能會收回一些水 如果他們收水的時候 那個市可能會借細調整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 本身來說 RSI也好 KT線也好 都嚴重超賣的 甚至乎是保力加通道 都是嚴重超賣的 都升上頂的 根本上 所以變成來說 我會覺得 如果課滿倉的 或者課多的 其實有累積升幅度一定的 其實那人減少少倉是可以的 但是說不是清倉 我有強調一句 減少少倉 回調下來的時候 現在真的不是回調得很多 我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時回調到十天線 都已經可能要考慮七低級納 而反過來 五跌穿條二十天線問題都不大 所以其實那一刻 如果你說 我不想走來走去 不想動來動去 都沒有所謂 暫時都還是勢頭還是強 未來方面就密切留意 本身來說 眼前正在看著的 例如說的是美國方面的GDP 接著說的是 今個星期尾會有美國的PCE 其實那個的通暢指數 接著下個星期方面 有美聯儲議息 其實這幾天一直都會有的 企業盈利 其實很多間公司方面來說 都不是那麼達標 例如麥克蘇軟件 都不是那麼達標 說的是本身造飛機的 本身都不是那麼達標 個別其實說 這些大家都要留意 是說是不會影響著的 回到我講這邊借勢 可能借未來方面來說 企業營景營起方面 有做一些事情 那就留意著 但是我整體方面來說 就覺得如果調整的話 一天不穿20天線 其實問題都不是特別太大 如果穿10天線 可以試一下趁地級 因為10天線和20天線 差4、500點 其實不是差很多 變相地來說 就這樣出手的話 輸極有譜 但是反過來 如果真的勢頭 還能保持在那裡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機會 如果你說重要指標方面來說 我建議大家看著 如果本身的互股通和深股通 在市場上有個 對於S&P方面來說 互心股通方面來說的指數 其實在說是 但未必很多人有這個指數 因為其實這個指數方面 要付錢才能取得到的 但其實都可以看到 其實資金方面在北上近 現在暫時來說 如果這個月到現在 到一千一百多億方面來說 正流入去到內地 這條數一天 不是很大明顯的改變的話 應該對於後市方面來說 也樂觀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後市方面 現在港元和人民幣都跌了下來 其實那人近來就有個回調 但是那人就一天 這個這樣的 就是向上 向這個的 北向方面資金 沒有大幅萎縮的 大家還可以繼續樂觀著 而反過來 技術分成來說 20天作為一個指標 好OK 看著20天線 吳川問題也不大 但是回落的幅度 就不是太多 可以讓大家再低一點去買 可能去到10天線 都已經是差不多一個吸納的時機 那溫總提醒了大家